今天套戰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地球防衛隊第三號機體 然後是由所謂的 猛獸先鋒的猛牛 跟凶惡 野牛啊猛獸先鋒野牛 跟凶惡兩者合體 然後本人是在這邊可以看到這邊有個標誌 這是所謂的哈玩 哈玩劇的商標 然後本人是在所謂的 我差點講成哈利波特 所謂的台北三創 一樓的哈玩劇特賣會現場看到 然後因為本人不想再等 莉鷹的業務給我 所以我就直接忍不住在現場購買 因為其實還算蠻划算的 他現場的購買價是 就是 我記得上面應該有標籤 這裡 這裡 鱷魚是900 然後 猛牛是1200 所以打折後 他們現場的標價比較高 其實他們現場的標價比較高 可是他們現場的標價 打折後會變成1050 所以其實 等於就打了 等於真的是五折價在販售 我個人是覺得蠻划算的 那直接介紹商品本身給大家看 然後這個系列 他也有所謂的兩盒一起販售的版本 但本人就剛好看到他這樣子兩個分開賣 不算貴的情況下 本人就衝了啦 一樣沒有所謂的那個 核心先鋒汽車的部分 不知道是因為他是那種單盒版的關係 還是這一組系列就沒有 先介紹的是 猛獸先鋒的野牛 側面這樣子 上面這樣子 然後 比較不對稱的一點 是他這邊這裡有一個這個零件 這個零件他設計我也非常妙 他如果在沒有使用的時候 是直接組裝在這裡 然後如果人型的時候 會變成後面那個砲台在使用 上面看這樣 側面這樣 基本上這一支都差不多 然後 鑽頭是可以旋轉的 然後輪子當然都沒有問題可以旋轉 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然後牛的這個胸甲這個部分 他是可以往上推 然後可以往下 然後這邊可以打開啊 可以放入所謂的那個 核心核心汽車的部分 但本人便沒有拿 所以就直接這樣子 他這一組比較特別的一點 是這一個零件 他是可以拆下來 然後 往前摺 然後再往這邊摺 變成這樣之後 這兩個插銷 會對應的是他這個胸 呃 身體身 車身上面這樣一個插銷 對應這裡 插上去 然後插上去的原因是因為 他本身 可以變成其他的地球防衛隊的機體 在人形形態的時候 類似坐騎的概念 像這一隻就直接過來啦 可是我覺得有一點比較奇怪一點是 他本身讓他做坐騎 意義何在 因為他們本身載具形態的時候 就有車子啊 所以 讓他做 讓他們變成載具型態 然後讓他坐在上面的意義是 只是想要 讓他多一個功能性吧 我覺得是這樣子啊 所以他比較保媒啊 他還要必須負責載其他 然後這個插銷部分 你就可以讓他手拿住啊 這點還蠻有趣的啊 其他幾隻也可以啊 因為本人剛好之前有先介紹這一隻 所以我就先拿這隻再介紹 他還是這樣 像這樣子 主高上就是這樣子啊 正面這樣 側面這樣 客人是覺得非常的突兀啊 有點像那種大人在坐娃娃娃車 那種即時感啊 那你可以把它拆下來 然後這個連接 可以把它拆下來 在單機的時候 他是沒有使用性的啊 側面這樣 側面這樣 前面這樣 然後這邊有一個像車斗的 那種挖土機的蠶斗那種功能 我個人覺得這樣還不錯啊 正面這樣 側面 那再另外一個是 猛獸先鋒的鱷魚啊 嘴巴是可以打開的 然後比較特別一點是 左右兩側這邊的前肢 他其實是可以彎曲 但他只能往下摺 或者是往上攤平啊 後面這樣子 後面這樣 後面這樣 基本上我覺得 基本上做下肢這個零件的 都不太多 頭本身不能旋轉啊 他可以拔起來 他可以拔起來 但他不能做其他的功能 底部這樣子 然後一樣都有輪子啊 基本上是可以滑行的 這點沒有問題啊 那再就變成所謂的機器人模式啊 先把這個背的這個零件拆下來 這是斧頭啊 然後 頭直接拔掉 頭直接拔掉 上半身變成這樣子 變成這樣子後 兩個前肢往後摺 然後 直接旋轉 變成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啦 然後左右兩側打開 腳掌的部分拉出來 拉出來 下半身就變形完整 然後再來是 牛的部分啊 一樣這個前面的前肢那種車檔的部分 直接拆掉 然後車頭前面這樣子 這邊的零件拔起來 往下摺 這邊零件拔起來 往下摺 前輪的部分拔起來往下摺 摺平 然後這邊摊開 這邊的插銷拔起來 往前推 往前推 推 推成這樣子後 這個 這個零件要先拆 黑色這個 它算是 腳掌前面的腳掌零件啊 然後也可以變成所謂的拳套部分 拆下來看 注意看是兩個牛體啊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然後這個零件 旋轉 然後旋轉一圈 往上摺 變這樣子 往內推 然後這個零件可以再 往上摺一圈 變成這樣子 左右兩側就變形完成 然後 這個零件往上抬 頭轉一圈 然後 然後這邊是肩膀 肩膀的關節 往上推 這樣看比較明顯 這邊是推上去的 這邊是沒有推 推上去會這樣子 推上去 然後拳頭 拳轉一圈 手掌拉出來 這邊一樣 手掌拉出來 然後底部的插銷 對應的是剛剛 這邊的插銷 扣上去 然後整個牛的脖子往上推 推到底 扣住卡榫 基本上 變形就算完成了 然後再來就是做 其他零件的組裝 腳掌的部分 牛體給它直接裝上去 裝上去 然後 這個零件 收起來 變成平的這樣子 變成平常收的那樣子 然後這個 插銷 對這個插銷 原本車頭前面的插銷 對這邊的插銷 塞進去後 這兩個插銷 對應它背後的插銷 直接扣上去 像這樣子 正面 就完成了 然後鱷魚頭 它這一組比較特別一點 是它鱷魚頭它直接叫你裝在它的手臂上 我不是很懂為什麼要裝在這裡 然後斧頭 原本的扣環這邊 往前折 扣起來 它斧頭一點我覺得比較可惜 它斧頭之後 後面這邊可以握住 它前面是這一段 完全是不能使用的 它斧頭可以只能這樣扣住 這樣就完成了 這是 野牛兇惡 那就開始介紹人型的可動 人型的可動度 斧頭先拿掉 鑽頭是絕對可以動的 然後這邊 這個零件可以往左右兩側推 然後輪子的部分當然也可以動 然後它一樣可以吸收那個能量模式 一樣就把這個零件 往下折 然後往側面開 這個可以拔起來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拔起來的零件還蠻鬆的 推起來像這樣子 這邊一樣 直接往前推在這邊裝上去比較快 這樣子 然後這個型態下它就可以吸收 有一集是 他們為了要救那個 幾乎猛 幾乎黑豹 然後要吸收那黑暗能量 所以他們有把那輪子往前打開 然後讓它一直旋轉 吸收能量 這點還蠻特別的 那這個就直接再收回去就可以了 側面這樣 我是覺得這個久了 可能這個零件會鬆掉 像這樣 像這樣 那再來看可動度 頭是可以旋轉的 這裡沒有問題 然後 兩個牛角是軟膠的 肩膀可以旋轉 然後手肘這邊也可以旋轉 可是它這個手肘 如果你要到這邊的話 它就會被自己的這個所謂的手 這邊是二頭肌這個零件 它可以到這裡就會卡住 所以你要稍微半弄一下才能到這裡 然後這一個二頭肌這個零件 它是可以旋轉的 手肘 可以推平到這裡 是可以的 拳頭的部分 它只能往內推 比較可惜 然後 腰 是可以旋轉的 然後骨關節 往前 往後 都沒有問題 膝蓋 膝蓋這個關節它可以推成這樣子 推成到這樣 然後鋼硬在這裡 腳掌這個零件它是可以左右移動的 然後 不能算上下 比較可惜 那比較有趣一點是 我覺得它這個鑽頭 它設計是 這樣看出來很好看 可是其實你鑽頭放在後面 還不如裝在手上 比較有攻擊性一點 我個人是覺得裝在手上比較有用 那斧頭 拿在手上 大概是這樣子 這是第三架機體 然後鱷魚的這個嘴巴是可以打開的 它可能可以像全刃這樣子攻擊敵刃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那個 看網路尋找看看 本人是直接在那個 哈玩具他們特賣會現場直接購買 因為不想等 那講一下他們哈玩具的那個活動時間好了 活動時間到9月14號 所以也快結束了 剩一週啊 等於這週結束就差不多了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這是地球防衛隊第三架機體的野牛兇惡啊 那今天影片介紹到這裡 那今天影片介紹到這裡